咱们到现在为止 TCP的服务器和TCP的口单 这个流程基本上咱就 走过一遍了 那么接下来咱要做一个简单的案例 简单的案例 做一个文件下载器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迅雷你不要说你没用网 你不要说你没听过这个词语 当我去下载一个文件的时候 下载一个电影的时候 我其实是不是就是用了迅雷下载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叫下载 同服务器当一个东西就叫下载 对 这就叫下载 怎么当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我在用浏览器 或者是用训练 在下载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会在本地先建个文件 这个文件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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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的downloading 没有下载完的那个 是不是R&J进行实施 是吧 写了个这么个文件 他当下载完之后 他又把这个文件名 是不是给你改成了什么什么什么 真正你要下载的那个文件 是个道理吧 什么叫下载最挑 首先你给服务器说 服务器啊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 1.py这个文件呢 服务器找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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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哎呦 服务器告诉客户端 行我有 你等着啊 我马上就给你 你准备好 我马上就给你 客户端说 行你发吧 我在等着呢 出现一个问题 服务器给客户端发一点 请问客户端 是不是给找个地方囤起来了 所以说客户端会怎么着呢 什么叫下载啊 客户端要下载1.py 实际上他会在本地先建个1.py 收到一点数据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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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一点数据 write 进去 收到一点 write 进去 我只要把 我有接收到的数据 我都write 到这个文件里面去之后 那么请问 是否也就保证了 我一个文件 是不是下载成功了吗 什么叫下载啊 不是用U盘考啊 是下载 是意味着什么呢 我先建一个 和我下载的文件的名 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只要把你文件里面的数据 你传给我 我扔到里面去 不就完了吗 这就叫下载 能理我意思吗 这就下载 就是操作业啊 你懂我意思吧 就是操作业 谁不会操啊 你叫什么名 你叫 learn 什么什么什么研究发展报告 是吧 我就叫learn 什么什么什么研究发展报告 你写的第一个叫1 我写个第二1 请问试个道理吧 建个文件 接下来 我看一行 写一行 看一行写一行 这就叫下载器 好什么 下载器基本上就说完了 你觉得下载器分为哪几部分 我有一个下载的东西 你一定有一个东西 是不是给我传这个东西了吧 所以说当前咱们这个案例呢 文件下载器呢 其实分为两部分 一个部分呢 就是服务器的发送方 和客户端的接收方 客户端的接收方 简单 还是服务器的发送方 简单 我告诉你 你的第一印象 一定要认为客户端一般是比较简单的 你听懂了吗 服务器一般比较复杂 客户端简单 那么咱们客户端到底要干什么 你离留上啊 如果我是客户端 你又闷心自问 你问 如果我是客户端 我从我同志那里下东西 我怎么做 下载东西一定有网络 OK套件字里有 有了套件字 我作为一个客户端 我好像的 我connect吧 我connect过去之后 大家想 我connect链接了我同桌的服务器 我同桌怎么知道 我下载哪个文件 你说是不是这个 是个需求吧 我的把文件名 想方设法传给 我同桌那个服务器 我同桌的服务器 是不是就知道了 我要下载什么了吧 我同桌要是知道 我下载什么了 的话 那么最简单的方式 我同桌把这个文件里边的数据 读出来 发给我 我通过receive 我收了 放到文件里边去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吧 大体上就这么流程 也就是说 客户端简单 那么它大体上该怎么写呢 咱们先理一下流程 同桌 我接下来 在这里咱们大家写一遍 第一步 创建套件字 你闭着眼睛 这个应该能写得出来 输入服务器和服务器这个端口 Connect 一 二 做完了吗 接下来我要告诉服务器 我下载什么东西 我是不是想方设法 我得给你send 发一个东西了吧 先把文件名 你要下的文件名给他 把文件名给了他之后 请问同桌 咱们设计一个最简单的下载流程 你不要实际复杂了 复杂的 有很复杂的东西 什么验证 限速 你是超级管理员的 比方说你是百度云盘的 VIP 超级VIP会员 我不限速 我也不限制文件的大小 我也不限制文件的个数 如果你是普通的会员 请问是不是限制文件大小 限制个数 还限速 所以说呢 我在百度里边 唯一买的东西就是百度云 是吧 我是唯一在百度 花了钱就花在这 其他我都不买百度的东西 那么没有办法 三零零被关了 是吧 CCC都被关了 只有百度我现在开的 所以是怎么用它 他们直白的讲 直白的讲 最简单的方式 你把文件名 发给服务器 服务器给你回文件的数据 请问 接下来咱们receive的 是不是就是文件的数据了吧 我收到了文件的数据 我只要我open打开个文件 我先判断判断 对方到底是不是给我发过数据来了 还是没发 我接下来把这个东西 我扔到里边去 请问 这是不是就解了吧 这是不是就解了 我就把数据呢 扔到文件里边去 咱们大家之前 用过with这种方式吗 没有用过 对我简单来说 with和没有with的 有个什么区别呢 就这么说 如果是没有with的 这个open怎么用 首先open打开个文件 打开方式 我就不关心了 f等于他一般是不是走f了吧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就是f.write 或者write 或者说是接下来 read是不是这么样的了吧 接下来是不是f最后 是不是close了吧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打开的时候 没有产生异常 反而在读写文件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异常 请问 我接下来 我是不是想方设法 我得在accept里边 是不是处理f.close才行吧 最重要 你打开文件 如果成功 但是读写的过程失败了 或者是产生异常了 我对冲是不是的close啊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 我对冲 我是不是try吧 什么 请问是不是try except扩起来啊 但又因为呢 你用open对文件的图写的比较常见 你写上try 想到except比较复杂 所以说怎么办的呢 你这种方式 你这种方式 把这个地方写上 try如果except产生任何异常的话 接下来咱们是不是还是要关闭这个文件了吧 我还得把这图的try包起来 我对冲还得写的except 我对冲才能关闭 那么这个流程整个就可以直接换成一句话 with open 打开文件 这里边你写什么推你 然后ex文件名 你i叫什么叫什么 f也行 ff也行 什么都行 f 那么接下来你i怎么着怎么着 你f.read 然后接下来或者说是你f.write 这都可以 注意了 with的一大特点 这里边不需要切close 听懂了吗 研究什么意思呢 只要他能够打得开这个文件 即使在这里边产生了一场 他百分之百保证调用close给你关了 你听懂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也就是说的直白一点 如果你打开个文件的时候 想出现一场的时候 不想写的那么复杂 什么try accept 而是如果是出现了一场 你也让他成功的把close给调用给关闭了 那么接下来你直接用这个流程 听懂了吗 所以说这个简洁来说 概括一下的 打开这个文件 以写的方式打开这个文件 以二进制的方式打开这个文件 接下来用f指向这个文件 就f等于open 就相当于这个道理 如果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场 那么他百分之百会调用close 听懂我学说什么意思了吧 而且这个根本不是循环 调一次 接下来他去执行这里边的东西 他不会循环 好了这么说能理解了 这就是用他来操作文件 他来操作文件 好了 那么操作文件的这个过程 咱们说完了之后 咱们再理一下核心 理一下核心 把文件名发给你 你就把你同桌想象成服务器 把名发给我同桌 我同桌结果发数据了 我就搜 搜了之后 我总不能用两个眼睛看呀 我总得把我收到的数据 是不是想往事发信件 给文件 把我收到的数据 是不是扔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对吧 没错吧 扔进去之后 我接下来是不是应该close 是不是把它关了呀 为了保证close百分之百掉用 所以说不用担心 那么先发请求文件名 他给我回数据 我把它存起来 我接下来关了 请问下载 是不是就结束了吧 好 那么接下来 回到这里边去 写一个 vim08 文件下载 文件下载 然后 然后第二步 然后第二步 什么呢 获取服务器的IP和端口 然后第三步 链接服务器 链接服务器 那么第四步 将 第四步 获取下载的文件名字 然后第五步 将文件名字发送到服务器 然后第五步 啊第六步 接收啊 文件中的数据 第七步 第七步 保存接收到的数据到 到一个文件中 第八步 干了吗 关闭套件 好了 来 第一步 创建套件的 这都不用说了 是吧 然后点 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咱们 import 导入 好了 在这个位置 写上 你一定要经常写电码 你写的写的 你根本就不用看了 你如果不写 你能认识 他 他不认识你的这种情况 那就不行了 这个地方 下回线 对吧 接下来 比方说 TCP socket 等于他 那么接下来 input 请输入下载服务器的IP 然后 deskip 等于他 YYP 然后 往这里 删掉他 这个 W 后 咱们接下来 是不是要下载了 获取 input 请输入要下载的文件名字 那么在前面 比方说 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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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 name 等于他 download fail name 是不是下载了文件的名字了吧 那我等于看之后 请问 咱们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个发给服务器 服务器是不是知道咱们下载谁啊 tcp socket send 发谁呢 download fail name .incode 是不是记下来 utf8 是不是编码呀 编完码之后 请问同学按理说 接下来服务器是不是有反应了 服务器有反应 咱们懂得 deer receive 是不是数据啊 所以听说 咱们这个地方呢 我不想把这个程序的复杂化 不想把它复杂化 所以说 咱们今天的下载的文件呢 稍微小一点 稍微小一点 不要太大 下载一个1024 x1024 就可以了 这个1024 1024x1024 多大 这啥 1024x1024 这是多大 这个地方少写了个1024 再写个1024 那是有多大 一兆 一K吧 同学们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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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 这就是一K 1024个K 那就是 就是多少呢 一兆 那这个哥们是不是 这个哥们是不是就变成一兆了吧 这个哥们变成一兆 我刚 我是怎么想的 这个东西 1024 等价于一兆 那么1024x1024 那这个哥们不就相当于一K乘上1024 没错吧 那么最终它是多少呢 等于一兆 那么如果是1024x1024x1024x1024 那么直白的讲这个是多少 一G OK 1024换成这个指数形式的话 是二的多少次方呢 十次方 对 二的十次方是1024 那么 二的十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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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T 二的五十次方 就是一P P上面的单位是什么呢 不知道 V吗 不知道 没见过 好了 那么今天咱们要下载的文件的数据呢 是一K 一K 一K 今天咱们下载的文件大小 大是一K 那有人说 东哥你为什么不下载一个一T的呀 因为一T的比较复杂 因为一T的比较复杂 你听我的 你先写1024 不要下载大文件 下载大文件是不行的 有问题 那么 接收到的数据 请问同学们 咱们是不是找一个receive data 是不是放在这里面去吧 receive data 放在这里面去 那么 接下来怎么着 怎么着 那么按理说 是不是咱们建个文件 是不是扔了去吧 来同学们 位子 位子 然后怎么着 open 建个什么文件呢 你原来叫什么名 你原来叫什么名 是不是这里边有吧 download的fail name 你这里边是有原文件名 咱们写的简单一点 如果一个子不串 加上一个子不串 这叫什么意思 这不是字不串屏 比方说 这个福建 福建 福建是怎么写的 福建 就是这样 就是说 新 新 我写个新 写个新 来同学们 请问这是不是文件名 你打开之后 你接下来往里边写的时候 是写什么东西 你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 是以什么方式打开 以w方式打开 那么请问 接下来是不是咱们写上个b 写上个b意味着啥 二进制的模式 为什么要写上个b 因为 我receive到的数据 请问是不是二进制 咱们那会说过 原来那个byte类型 其实就是二进制 如果我接收到的就是二进制 我直接不用decode 也不用incode 我是不是直接 一不断二不修 直接往这里边扔 是不是将来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wb的方式打开 好了 那么最后呢 sff.write 往里边写什么 receive receive date 好了 最后 关闭 关闭谁呢 还需要f.close吗 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你要是用了位置就不需要了 如果你是用了普通的 那个f等于open那种 你必须的需要 好了这个地方 tcp socket.close 设计关闭了吧 怎么验证呢 来什么 我告诉你啊 以后要学会 动光 那是不是我接下来 我就先把服务器写完才能验证 不用啊 你只要找个哥们来替代服务器 不就完了吗 08 并行 输入服务器的IP 怎么办 我给你说个思路 你不是说你接下来 他刚刚写了个文件下载器的 是不是口断的部分了吧 我这个地方 我打开这个哥们 我让他当服务器 请问行不行 我让他当服务器 行不行 好了 服务器运起来了啊 服务器运起来了 哎 我是用了这个模拟的一个假的 没错 就是个假的 接下来想干什么呢 请输入下载服务器的IP 做什么呢 192.168.33.109 端口上8080 OK 请输入要下载的文件名 比方说我要下载 1.py 就这个1.py 走 咋看 是不是1.py 要收到了吧 我接下来 我选择这个哥们 请问这是谁 是不是就是当前他们的客户单 来头呢 那么也就说 Hello World 哈哈 这叫这是什么 这是不是乱码 是乱码 没错 这不是数据吗 这不是文件里边摸一个数据吗 注意看 我如果一点发送 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把这个数据回送给客户端 客户端这个哥们是不是就P点P点的把这个东西然后写到文件里面去了吧 来 321走 来 验证验证吧 是不是多了个文件啊 来打开吧 Vim Vim 是这个东西吧 什么叫下载 你懂我意思了吧 什么叫下载啊 来 先说流程 什么叫下载啊 我建一个文件 我等着收数据 你给我发什么 我文件里面扔什么 发什么扔什么 发什么扔什么 请问这是不是就是下载啊 OK 客户端 你看 服务端怎么写完了吗 来的吗 客户端写完了 服务器呢 你觉得服务器咱们应该做什么流程吧 客户端是不是写完了呀 那服务器的流程应该是什么 你一定要和他对应起来 那么服务器应该是先等了他收 先等的客户端先发文件名过去 你可以想象成啊 想象成你同桌此时是客户端了 你是服务器了 怎么做呢 流程是你同桌先给你发个文件名 发个文件名 我收到了文件名 我接下来我用open 是不是先打开这个文件 打开我把东西read 干出来 干出来之后 我接下来再发个去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呀 你说是个道理吧 所以说呢服务器呢 也很简单 来 看这啊 vim09-案例 然后呢 文件下载 然后-server.py 这是服务器了 那么这里边写什么代码呢 同桌 我找一份拿过来啊 找一份服务器的 我再复制过去 省了我就写很多东西 但copy05 copy05 然后09 再过去 vim09 这里边是由咱们原来写的这个TCP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样子了吧 先创建 再去怎么的 再去绑定 然后再去listen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 再是等待 是吧 我把这个根本去删了 等待 接下来 等待的客户端发东西 请问这个时候咱们应该接收的是什么 接收客户端发送过来的要要下载的下载的文件名 你说是个道理吧 那么咱们搜到了这个东西 那么直白一不做二不修还叫什么receive data呀 你别叫这个了 叫什么了 fail name 那么fail name 这个地方咱们打一个调试信息啊 打一个调试信息 那么客户端 谁呢 需要下载的文件是谁呢 f来 f来 百分号写上两个变量吧 在哪 客户端是谁 str client address 请问这里边是不是就这个客户端的地址 我把这个地址给它转成读书 我打印 那么它要下载什么东西 在哪打印啊 是不是在这里边吧 来fail name 请问对吗 是不是咱们就应该是这样的了吧 fail name 在这里边有了 但是稍微还有一丁点东西要多 干什么 解码 del decode utf-8 这啥意思是什么 建国连的一起去的这种方式吧 这啥意思 先用这个东西调用它 这个东西如果要是有返回值的话 把这个返回值再调用这个东西 怎么说了 你也有返回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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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ode的接码之后这个fail name就是一个真正的图创了 接下来就打印这个页了 那打印完之后来同学们 咱们为了保证咱们刚刚说的这个流程是通的 请问接下来这个地方是不是咱们发送数据啊 那么这个地方发送了什么文件数据啊 同学们 我写这个行不行 我写这个东西发过去 它课课端认为是什么 课课端是不是认为是文件的内容了吧 先别想的那么复杂 先弄个假的过去 把这个流程跑起来来说 能听懂我意思吗 把这个流程跑起来来说 好了 Python3 09 走起来 这是用的端口是多少了 来看一下 7890 对没问题 7890 好了 Python3 09 7890 那端口跑起来了 我把这个哥们往那拖一拖 拖出来 好了 放在这 往这一拖 往这一拖 好了 这个这个服务器是不是已经运行了吧 来 怎么办 把这题我稍微放在下来啊 客户单怎么运行呢 Python3 零几啊 零八 走起 哪一个啊 192的168.33点 多少 109 端口是多少呀 7890 然后文件名字是什么呀 2.py 来 VRM 新2 什么东西啊 你会发现是不是和咱们刚刚用这个呃网络条的助手模拟的这个效果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吧 其实和谐一点就是欺骗是不得了呀 就是欺骗他说没有你总不能欺骗人家很多次一次行两次行你天天欺骗人家就像那个狼来了一样 那后来人家就不来下来 所以说怎么办 所以说怎么办 VRM09打开他 我把这个代码都放大点啊 打开他 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你是你你会怎么做 那这个地方欠的是什么 是不是欠的是文件的数据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就应该把他这坨的东西这坨是不是我应该只要找一个从文件里面读出来的文件的数据比方Fail Content 我找个变量 如果这个变量里面是从文件里面读出来的文件读出来的数据请问可以吧 没问题 来怎么做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咱们接下来如果写代码是不是写的有可能是会有点复杂了吧 新建文件啊 新建函数啊 新建函数地方 比方说Send Send Fail To To 在开发的过程当中一般写2 Client 这2是一个啥呢 英文的发音不是to吗 to是这么写吧 to是这么写吧 所以说to是不是也是这么写啊 没问题啊 所以说一般的在开发的时候呢 往往写2 就表示是给谁 表示给谁 一般更简洁 那么有人说东哥我写这个行不行 当然没问题 都可以啊 Fail Send的发送文件给客户端啊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 通常咱们接下来应该干嘛 说把这个地方做了这拖东西什么拿过去吧 把这拖选中 把这拖选中 然后接下来 D减切 然后P沾贴放到里面去 那么 第一个 他用到了套件子吧 套件子哪来的 是不是传过去的吧 那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咱们去调用Send这个函处的时候 是不是接下来把 New Socket Client是不是传进去吧 还得把什么传进去啊 客户端是谁 需要下载的东西是谁 是不是他还需要客户端的地址了吧 所以说把Client Client 这个这个Adress 也传进去 传不传就随你 你这个地方打印的 如果是需要用的客户端的进行 你就传 你要是不用 是不是你就不传啊 这个地方随你啊 我传了两个东西过去 然后呢 我就歪歪 歪歪把这个哥们拿过去粘贴 前面写上DF 好了 这个地方是不是相当于形态了吧 一个名 一个名 是不是这个名 和这个名是不是相同啊 而这个名 是不是和这个 咱们这个地方用的名 是不是相同的吧 所以说没有什么问题 来 接下来看啊 我把这里说放下来 记 客户端是连接了你 你就解堵塞 你解完堵塞之后 你就掉函数 你就到这个函数里边 这个函数干什么呢 先接收客户端下载谁 我接下来打开那个文件 接下来把东西发过去 这个哥们多完了之后 请问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函数执行完了吗 这个函数执行完了之后 我接下来把套机都关了 我接下来把整个监听套机都给关了 请问是不是这个服务器 是不是就结束了吧 就这么道理 来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我为什么要单独再开一个函数啊 为什么 具有独立功能 是个道理吧 专门用来接收 下载的文件名 以及打开文件 以及发动文件 好了 写上大题的流程啊 写上大题的流程 一 接收客户端需要下载的文件名 大题的流程 我只说大题的流程 二 打开 打开这个文件 读取 读取数据 然后翻 这个地方就是翻了 这个地方就是翻 三 将数据发送给客户端 请问是不是一二三次 三个大个不住了吧 或许已经有了 那么打开 请问同学们咱们怎么做啊 打开 注意了 同学们这个地方用位置就不太合适 什么意思呢 位置能够保证的是 打得开的前提下 出了异常 它能保证掉close 但是如果这个文件 打都打不开 位置依然会有异常 你听懂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再说一遍 位置的前提是 opay能够打开 打不开就挂了 所以说什么时候最常用位置呢 请问我如果用open的打开模式里边 有w意味着什么 有w意味着什么 w是不是意味着写 写的话是不是意味着 新建一个文件了吗 你新建一个文件 你怎么可能失败呢 当然只要这个文件 要有权限的话 你怎么可能失败呢 基本上 所以说用位置的前提就是 如果我新建一个文件 二话不说直接用位置 但是我要是以读的方式 打开一个文件区域来读数据 你觉得这个文件能存在吗 这可不见得呀 所以说同学们 位置这个地方就不太合适用了 用什么呢 用try的方式 try f等于open 打开 请问打开谁啊 这个地方需要个文件名打开谁啊 file name里边有他吧 来 我打开之后 我以什么样的方式读出来 rb 为什么是ib呢 大家想想想 如果是ib的话 就是读出来就是二进制 二进制根本就不用incode 是个直接发呀 这就是咱们用rb的一个目的 如果能打着开的前提下 请问同学们 咱们家里应该干什么 打得开 打得开了 接下来应该干什么了 只要是能够打得开了 接下来我f.read 是不是把这个数据读出来 读出来 比方说我找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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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存起来 content 存起来 请问这里边是读取的数据 读取的数据之后 我最后一步再close 请问 没问题吧 接下来except 如果要是出现了一场exception exception 用过这个exception吧 exception什么意思 所有 你正常写的话 这个地方是不是想象 应该是费用error 还是什么error 是不是你先看看 那个偷偷异常的类型 是不是这个地方 写那个类型了吧 干脆一点 你这里边只有一种异常 就打不开 所以说直接写这个exception 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时候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打开文件失败 就是说没有要下载的文件 如果要是打得开 这个辩论里边就有数据 如果要是打不开 同学们 咱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直接相当于 就写了这句话了吧 这句写了这句话 来同学们 那就签示个问题了 如果要是打得开 我就发送 如果打不开 我还发送吗 打不开就不发送了 对 也就是说 接下来 同学们 如果你想做的 更给力一点的 就是判断 这个里边有没有数据 是个道理吧 有没有数据 那怎么判断呢 我在这个地方 我先定一个变量也行 比方说failcontent 等于一个num 请问 或者说这样吧 就等于一个num也行 等于一个空头发也行 这意味着啥呀 我先定一个变量 等着用来存储数据的 如果打开文件 是成功的 那么这个变量里边 是不是就存储了 是不是就是咱们 读取出来的文件的数据了吧 如果要是打开失败 这里边没有对这个变量复制 那么这个变量默认 是不是就是num呀 那么最终根据这个变量 是否为num 是不是来区非 你到底打开这个文件 成功还是失败 是不是咱们就将来这个发送 还是不发送 是不是就进行有选择了吧 好了同学们 那么这个地方咱们怎么做呢 if failcontent 我接下来就发送 可以吧 那这意味着啥呀 就是只要你不是num 那会我给他验证 我num是不是条件不成立啊 你只要不是num 这个条件就成立 这个条件成立 我接下来就发呀 请问这里是不是就有数据啊 那么对方按理说就收到数据了 那么对方要是收到了数据之后 来什么呢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相当于咱们这个函数结束了吧 这个函数等于结束之后 接下来咱们就关闭套结词 关闭这个监闭套结词 请问咱们整个服务 按理说 是不是就说了 好了接下来这个位置啊 我再写上一部啊 五啊 调用发送文件函数啊 完成为客户端服务 好了接下来第六部啊 接下来第六部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关闭套结词 好了这个事呢就解了 看看啊看看 同学们为了让这个程序呢 将来能够为多个人服务 请问我应该怎么做 为多个人服务 我应该怎么做 咱们直接写了啊 这些怎么写了吗 为多个人服务 应该哪个地方挥处啊 为多个人 我为一个人服务的话 就是我accept就是一个返回 是不是就标记了一个客户端吧 我再丢一次accept 是不是就相对另外一个 我要去把它套起来 把这个哥们套起来 套起来套起来 请问接下来哪些东西放到挥处里边 哪些不能放 你又是要给他放到里边去 但是接下来那个哥们是不是千万不能放啊 有人说了东哥这个哥们能执行到的吗 百分之百执行不到 没错吧 所以说你在这里边进行其他的功能 比方说是否继续判断一下的 是否继续判断一下的 如果不继续的时候再挑出 是不是就解决这个问题啊 这是都可以的 好了 接下来啊 接下来咱们运行下这个程序 把它呢脱下来啊 放到最左边 松手 看一下那个文件名字叫什么了 叫9啊 python3 09 走起 他说了这个地方invalid的这个什么啊 语法错误 vrm09第几行呢 第四行加4 第四行为啥语法错误了 少个网号 到78902 来 运行 我先清一下屏幕 走 输入下载地址192的168点多少了 叫这个 33.109 是吧 然后接下来端口是7890 没问题吧 下载文件的名字 比方说我想要下载谁呢 咱们先找个正确的啊 我先创建个文件吧 找个正确的 咱先创一个 再说 先创一个 咱们找个正确的 先看看啊 先不要上来就给自己找麻烦 先找个正确的 cd到 自己看不见啊 cd到desktop里边去 cd到这里边去 cd到python4里边去 好了 在这里边了 接下来 接下来vrm 比方说111.py 好了 哈哈哈哈 你好 ok就这东西啊 咱们特写一下了 在当前路径下 是不是有个111.py吧 好了 验证一下 你下载什么呢 111.py 客户端是谁 需要下载的文件是谁 按理说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什么出问题 对吧 看看 vrm 诶 点哪个 这个是下载的 还是这个是下载的 是不是新吧 来 新111 是不是下载完了吧 那么我接下来如果我是再下载一个 请问我只要把客户端 更自卖的讲 同样 你这个时候要是把客户端写完了 你连接我的服务器 是不是也可以下载吧 但是前提有个地方要注意 什么地方要注意呢 万一要是下载的没有呢 你怎么保证服务器呢 有吧 对吧同伴 你不能保证啊 万一没有呢 来 这就是咱们最后说的这点 下载谁呢 192.168.33.109 同伴们 如果你要是先拿着自己的服务器去测试的话 你这个地方干脆把这个东西写固定了 听懂了吧 否则每次都得都得敲 比较麻烦 7 8 9的 下载谁呢 看着222.py 请问没有22.py吧 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fail content reference before 这个东西 他说哪一行 咱先看服务器 咱先看服务器 把这个服务器这个bug给你解了 他说服务器出现了个bug 他说第21行 他说了if 这个根本挂了21行 vrm0-0909 然后加21进去 21 这个 他说啥意思 content 这个地方写错了 少了个t 是吧 少了个t 咱就以事论事 刚刚为什么没有t就挂了 以事论事 为什么没有t就挂了 注意看啊 注意听 你看我这 我给你来一遍啊 客户端发送过来的文件名 是不是在这团了吧 我接下来 是不是用open去打开它吧 打开是不是失败 失败是不是产生了异常 因为你产生了异常 外边有踹包起来了 所以说接下来 是不是咱们要做这件事情了吧 当咱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这两件事情是不是不做呀 你打开文件头 打开失败 你哪来的读 你哪来的关 因此这个变量就没有定义 这个变量没有定义 这里边有这个变量吗 没有 你接下来直接判到这个变量 是不是百分之百挂呀 你变量都没定义 你上来用变量百分之百挂 但是只要咱们这个地方 写这个t 它就不挂了 为什么呀 相当于这个变量 在这定义的 如果这里边即使产生了异常 咱们这里边没有定义这个变量 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是有的吧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写上t 它就不会有问题 好了 把它抛起来 把它抛起来 好了 把它抛起来 它现在就是这样的 抛起来之后呢 咱们再去运行一遍 192的168.33.109 你这个地方 我建议你就直接写在里边去 写固定了 否则每次都书 7890 好了 需要下载名字 333333.py 走 大家再看 这个时候它就没有崩 是不是直直显示了 没有下载的文件了吗 咱看咱的客户端 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吧 没有文件 你哪来的这个文件呢 你VM 你看 新 333 是百分之百是空的呀 你建了文件 你又没有往里边写东西 那百分之百是空的呀 同意吗 这现在产生了个bug 你觉得哪产生了bug 是不是客户端产生了个bug呀 客户端产生了个什么bug呢 VM08 如果接收到有数据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这么做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简单了 你没有数据我还做吗 是不是就不用做了呀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额外添加一句 if receive data 有数据 我在做 没数据 我是不是就不做呀 那么这个时候 只要你发过来的是有数据 我一定创建 你发过来没数据 我是不是就不创建 是不是就保证了 空文件 我也不建立啊 不就保证这个事情吗 来 整理一遍 我能拖一拖 我能拖一拖啊 python3 然后08 都且 12 这个怎么了 192的168.33.109 然后7890 然后名字44444.gy 没有吧 没有 这就验证了 这验证 好兄弟们 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咱们这个文件下载的整体 这个案例 是不是就给大家说完了吧 整体 如果是我的话 兄弟们 我觉得先写客户端 让这个网友调论处处充当服务器 你把这个客户端写完了之后 请问客户端 基本上是不是一个好的了吧 客户端是一个好的呢 接下来你再去写服务器啊 最终 服务器也写完了 客户端也写完了 接下来调bug 哪个地方有bug就给谁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解决了吧 今天下午 写这个程序的一个流程是 你和你同桌分工 你先写客户端 你同桌写服务器 你俩先成功之后 你俩再换过来 听到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这个时候就保障了 这个时候就保障了 都要保障了 就行 我 我肯帮你 我肯帮你 你坐在我肯帮你